好 咱们大家看一下这个词根了 LAV呢 至于词根讲叫liquid 液体的词根 LAV 所以你看这单词叫做 Leo 表示冲洗 对不对 冲洗 那么Lavis 表示什么呢 浪费 咱们说花钱 like water 像冲水一样 对不对 非常浪费 而Lavis 呢 大家知道 叫做讲究的 考究的 你不得不承认 奢侈品就是很考究的 不然人家为什么那么贵呢 是不是 所以叫做Lavis 呢 但是呢 靠去呢 这款包呢 在美国属于呢 叫做 属于呢 叫做中 属于高 中高档的包 好 属于呢 二线的顶级品牌 但是在中国呢 你会发现 变成了一线的奢侈品了 因为它的电影超级的豪华 跟呢 叫做LV的包放在一起 对不对 显得自己特别的高档 看到了 所以中国人呢 得承认 中国人特别迷恋奢侈品 叫Levis 奢侈品呢 也自然是讲究的 考究的 充满雕琢的 千万不是浪费的 对不对 看新名单词呢 叫Lover 表示的是岩浆 而后面的Lavatory 有人说 莉莉是不是在岩浆上建的厕所呢 其实不是的 它来自于类伍叫冲洗 好 因为每当上厕所的时候 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 你要冲水 对不对 所以有人经常会有这样的标识 叫来也冲冲 去也冲冲 是吧 像莉莉每个班结束时呢 都给大家一个客户群 好 大家可以加到群里面去 咱们的视频课程也是一样的 我到最后结班的时候呢 会给大家一个八千的词汇群 好 大家可以加进去 对不对 可以互相交流讨论 探讨人生 好 所以大家知道呢 在这个前提下 那你会发现 我呢 有的时候 经常到各个群里去聊天 好 在聊天的时候 说两句我就走了 因为实在太忙了 是不是 结果有人说 莉莉呀 来也冲冲 去也冲冲 我疯了 是不是 你那又不是厕所 我怎么会来也冲冲 去也冲冲呢 确实呢 莉莉生活比较忙碌一些 好 像这段时间呢 莉莉在影棚里面呢 在录iPad 以及呢 在在线的这个课程 好 那么在下一段时间呢 莉莉可能要做其他的事情 也就是说 莉莉是一个 天生精力充沛的人 那么我除了讲课以外呢 就会做一些 那么一些对外的一些合作呀 等等 比如说 视频的合作呀 音频的合作呀 等等 如果有哪个是搞演绎的 对不对 觉得我自己 还是比较在于当一个 比较需要拍一个什么 电影之类的 对不对 让我去当个群演演员 我也没什么意见 让我当个主演 我就更加没有意见了 我觉得拍来拍去的 也挺有意思的 至少呢 在屏幕上 可以留下自己青春的 还算亮的影子 对不对 那么说 老师 你长成这个样子 怎么说自己青春还算亮呢 那你想想看 对不对 再过十年以后 我连这个样子都没有 老师吧 我也曾几个词问我老妈 我说 老妈 你怎么给我生的这么难看 我老妈说 你看看我自己长成什么样 对不对 你已经是我的改良了 其实有道理的 我老妈长得更难看 所以有的时候呢 遗传基因决定的 没办法 对不对 我也希望把自己 变成一个超级美女 那么但是呢 那个需要先偏音速在里边 其实啊 我都区别美女的特征 不知道为什么组合在一起 就很奇怪 你看我眼睛够大 鼻子够高 对不对 而且呢 叫做 脸型也还可以 对吧 但是组合在一起 就是很诡异 所以呢 其实呢 人美不美呢 真的不单纯看五官的组合 五官本身 还要看它搭配在一起 比如说琪海鹿 对不对 小眼睛 但是就是挺迷人的 美的是气质 其名单词叫做Lavender 表示什么呢 叫做薰衣草 大家知道来自于 六表冲喜 后边是Ander 其实古代呢 在英国出征的时候呢 他们都带薰衣草 作为干嘛呢 作为呢 叫做洗澡用的 来清洗伤口的 所以当你手割伤的时候 可以在薰衣草中晃一晃 你的手的伤 就会慢慢地平静下来 叫Lavender 对不对 大家知道薰衣草呢 可以用来除磨 可以用来剔除伤口 那么曾几个时呢 薰衣草呢 曾经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一个女孩呢 解救了一个受伤的军人的 受伤的士兵 把她养在家里 她恢复了以后呢 两人产生了浓缩爱情 有一天呢 这个士兵说 我带你出去去我的家乡吧 女孩说没问题 我老早就想走出 这个小村庄了 但是呢 第二天早上起行的时候 那么这个女生呢 遇到一个老太太 老太太给她一把薰衣草说 你怎么知道这个男生呢 这个士兵 她不是个妖魔鬼怪呢 对不对 所以呢 你把薰衣草散在她身上 如果呢 她是个人的话 她就会依然保持原来的状态 但如果呢 她不是人的话 她是个鬼怪的话 她就化着一阵风 好 那么于是呢 这个女孩想来想 我还是要确认一下 这个人的人品呢 在第二天早上 在他们起行 起行的一刻 于是呢 把这把薰衣草 撒在男生的身上 这个男生呢 就化着一风消失了 但女孩后悔难当 其实呢 就算她是妖魔鬼怪也好 我们毕竟产生了浓厚的爱情 所以呢 薰衣草的花椅呢 是等候爱情 守候你心爱的人归来 其实很多人说 这个男生呢 就是个女孩 一直想远行的心 化着了一个人形 因为她一直以来 就希望能够走出这个大山 走出这个山谷 所以呢 薰衣草的 婚薰衣草的花椅 叫做等待爱情 好 不说了 新名单词呢 一单词表什么呢 叫做洗衣工了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挺好费的 为什么呢 因为情名是列部叫冲洗 对不对 后边呢 你可以发现 后边是RESS为女的 它叫冲洗的女人 所以叫洗衣女工 你还可以准备呢 后边是个拽子 拽小裙子 还有AV表是冲洗 对不对 冲洗小裙子的人 对不对 所以叫做洗衣女工 冲洗的穿裙子的人 是不是 叫做 洗名单词呢 叫做干洗 洗衣店了 后边是个拽 好 洗完之后帮你吹干 对不对 叫做洗衣店 好 在国外呢 洗衣呢 洗完衣服以后呢 会帮你烘干的 因为它有烘干机 好 烘干以后呢 接下来呢 你的衣服就不需要 再挂在外边 大厅广众之下 像扯了国旗一样 所以呢 这几个单词 大家说到这儿 这两个词呢 跟洗没什么关系 但是呢 底录制呢 表示的是大洪水 大洪水呢 人间呢 由于呢 堕落千石 制造了七重坠 人间已经灾祸横行了 所以呢 上帝呢 决定呢 清洗全人类 于是发了大洪水 叫deluge 看不懂了 好 最后一单词呢 叫deluge 这词呢 放到里边 是因为它既不是冲洗 也不是其他 它叫稀释 那为什么放到里边呢 大致 它表示稀释 你看它翻译 像不像低禄消毒液呢 像嘛 但它跟低禄消毒液 没关系 叫deluge 对不对 大家先你看 这单词可以怎么背 可以这么背 低禄消毒液 没有 没有直接用在身上的 没有的 一般都是呢 冲洗 一般都是呢 把它呢 溶解了以后 对不对 那么稀释了以后 才拿出来用 所以呢 deluge 可以用低禄消毒液 来背背它 叫deluge 好 那么这么几个单词呢 给大家说到这里 我们的洗洗的单词 一共就这么多了 把它好好背吧 洗洗睡吧 每当晚上洗澡的时候 每当晚上你洗脚的时候 想想 莉莉今天讲的 就是单词 洗洗睡吧 那么将会印象 更加深刻一些 好 这是我们的123组单词